新加坡冰海玩花园 以中秋节为主题的灯光秀 长达15分钟 几乎每一首歌都与月亮有关 过节气氛 唱领后 情侶树的灯光 随着音乐闪烁 新加坡防疫放宽之后的 第一个中秋廉价 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 你可以看到现场 可以说是被人潮挤爆了 今年特别是以剧为主题 主要就是象征是疫情减缓之后 希望民众可以与家庭的成员 一起来团聚 而我现在背后的这一个 凤凰灯饰高达11公尺 也成为了民众最喜欢的打卡景点 新加坡边海湾花园 今年中秋灯会规模更甚一望 除了有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灯饰 如今随着防疫放宽 中秋节市集和现场表演也跟着回归 因此今年人潮明显增加 许多家庭纷纷带着小孩来上灯 好看吗今年 很不错 很特别是二生肖的 很吸引人 对 很吸引人 而且人潮也很多 进程转到新加坡中国城流车水 中秋节氛围同样超能后 商家纷纷挂出灯笼 不过人潮似乎不代表前潮 买气依旧有限 开始有违婚还是慢一些 因为全部用是荷包的景 今年才还算不错 因为我们可以开放 就是开放了 我们可以做这个生意 随着新加坡疫情区换 中秋节恢复往年光景 各地人潮涌现 尽管民众的购买力道 似乎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恢复 但新国依旧充满浓浓的过节气氛 以上就是环玺特派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